這正聽不見是我們可以談桌的 觀眾午安 我是許甫 歡迎收看綠野先桌 那這一週很高興又請到了 郭正亮亮哥 嗨 大家好 好 這個亮哥一來 當然我們準備了非常多的題目 五花八門 因為從這國內 大家關心的政壇的議題 地方的選舉 再到兩岸的議題 以及到了這國際上 中美對抗的現象 其實亮哥都有見解 所以我們今天來一一的來爬梳 不過一開始我先來講到這個 今天應該是說昨天晚上的新聞啦 楊慧如又被抓了 然後又被交保了 那當然呢又傳出這一次 他是因為炸零WTA的賽事 這一個像這個過去 其實亮哥自己也是羽球協會的 他就是續專之初嘛 對啊 這個感覺起來 大家都會覺得 包括前面瑞莎的事情 大家總會覺得說 哎怎麼體壇的這個裡面 好像內幕重重啊 然後裡面好像感覺起來 都有跟錢 跟什麼相關的權力內鬥啊 等等都感覺都扯 扯不清啦 那楊慧如這一次 為什麼他可以有這個手法 好像是說這一次是辦了兩百多萬 可是我有看到 另外一個體壇的人士說 其實他算一算是九千萬 那亮哥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沒有啦 九千萬是之前還承包了很多比賽 不過他這次完全就是 人家查到他虛貞之初嘛 所以他就要查現金跟那個账策啊 因為懷疑他有做不同账策啊 就這樣 所以他聽說是兩家公司 這樣互開然後發票這樣 可是大家也在想 就是因為我記得亮哥之前講說 如果你有不法的事情 你才能去所謂檢放 才能去查金流嘛 很多人在講說 這一次楊慧如得了這個錢 我也看到有明代在講說 那就要查他後面 到底比如說跟什麼北市府啦 或是說他有沒有楊網軍這一塊 後面的金流查下去的話 這個不是犯罪所得啊 這不算是犯罪所得 當然不是啊楊網軍啊違法 沒有他如果說 我就說我虛貞收入這筆錢 然後後來金流查下去 可以查到什麼 那個不重要啊 重點是虛貞收入本身就違法 就偽造文書跟逃漏稅啊 所以所以檢方或警方 他們不會在 就因為這個犯罪事實已經很明確 他不會讓他 而且檢方 這已經隔好一陣子了 他那個案子早就被檢舉了嘛 那這次還跑去他家搜索 而且是60萬交保耶 60萬交保其實就是很嚴重嘛 哦就算很嚴重了 很嚴重很嚴重 為什麼60萬 我們通常都知道 大概10萬以上交保 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有涉嫌了啦 涉嫌很重嘛 那到了60萬我認為一定會判刑啊 最後一定會判刑 你講到這個判刑 我就想到因為 昨天也有一個新聞 跟楊慧如有關係 那就是說 之前這個大阪案子嘛 那因為網軍的事情 他被判五路公署罪 可是立法院昨天三讀 應該算是前天啦 三讀修掉了這個五路公署罪 很多人在講說 哎楊慧如會不會救死檢訪 因為這個最有問題啦 因為沒有人說 對公署本身五路就構成犯法 而是五路公署裡面的職員 妨礙職務這個才構成犯法 嗯 這個不可能真的楊慧如啦 楊慧如那麼小咖怎麼可能 所以不會是因為他去設這個 不可能啦 那個五路公署 比如說有人如果在行政院丟雞蛋 那這樣算不算 嗯 就是他有一些疑義嘛 所以有些人就認為說 這種要構成刑事罪 實在是很奇怪啦 嗯 那搞不好就是賠償啊 那這個因為 如果五路公署是牽涉 妨礙人家的職務跟職權 那這有刑事責任的 嗯 這有刑度的 嗯 那你說你在行政院丟個雞蛋 那這樣叫不叫五路公署 所以這個罪有問題嘛 就原本他就你覺得 他可能就是一個惡法 或是他有一個 就是一個不合理的罪啦 不合理的罪啦 應該是妨礙了執行公務 嗯 這才構成犯罪嘛 那公署本身是 就是一個賤物而已啊 那算什麼呢 哎 那這樣子的話 我突然想到朱學恒 那個宋花蘭的案子的話 是不是就 他後來不起訴啊 後來不起訴了 如果假設起訴的話 那這一個他就過關了 我事實上大家都知道 那個本來就不會成案了 所以這個就是製造機會 讓阿宅去作秀的 哈哈哈哈 我真的是這樣啊 因為大家一看就知道 這個不可能成案嘛 那個純粹就是 讓你要跑法院這樣而已啊 哦就是跑法院 反正讓你覺得麻煩 可是我看到 同時你說取消五路公署 或是刪掉五路公署罪 但另外一個加重了 所謂五路公署人員 這個才是核心 對 對啊 那這個就是 法務部在保護行政權嘛 當然是這樣 很多人就反過來講說 所以我們現在如果覺得 所謂的公職人員他有獨職啊 或是說他犯法 或是他行政不中立 我們講話要小心 他們說可能會有所謂的 寒蟬效益 你等於是要 比較有確切證據啦 不然你很容易被反告啦 就是說你講的不準嘛 那講的不準他就可以反告你 那就可以說你是 就是對他的行政的職權做 對啊做五路啊 但是這個反告 因為他過去本來就有這項罪名 但是他只是說好像加重了一年吧 其實妨礙行政職務要成立也不容易 也不容易 好像過去很少聽到 很少 大部分都是毀謗啦 那就是妨礙名譽嘛 其實很少人告這一條啦 除非就是他在現場執法 然後你妨礙公務 那或者你去揪警察 讓警察不能抓人 這個機率太低了啦 那亮哥你覺得 修這個法 一來他本來就很少被用到這一條 但是現在修這個法的意義是在於 妨礙職務可能在地方 比如說我隨便講啦 比如說環保局去取締違章工廠 或者是污染的工廠 很可能會被 當地的廠商派人把他揪開嘛 這個是可能發生喔 所以 這個倒不是針對那個所謂的抗爭群眾 對啊我看到 包括網路留言是很多人在講說 這個是不是 就對我們以後公職人員 或是公務員就說 修法過了加重了 你講話小心喔 這個跟講話無關 講話是妨礙名譽的問題 這個妨礙職務 並不是你講話就構成啦 開玩笑 而是你的行為啦 是 然後讓他不能辦公啊 所以這個比較明顯 發生是取締啦 取締的時候 所以大家民眾就看到這條修法的時候 其實不用太緊張 不要搞錯了啦 不用覺得是 事實上網路的人 很多人都隨便亂講啦 因為他對法律不熟嘛 嗯 事實上網路頂多就是言論罪而已啊 嗯 言論罪怎麼可能會妨礙職務呢 對 你講到網路的話我另外差一個 就是另外這個最近在修法 也修了NCC 對 增加了就是網路他的管轄 人家就講說 這個還沒有成案啦 因為目前是在公聽座談階段 嗯 那就是一直有人說對網路 有視聽法嘛 就是相關的 那NCC他現在是辯稱的 這個還有待觀察 我也沒有說NCC一定就不會說謊 他現在就說他只針對平台業者 他沒有針對言論 那他是跟那個 得標的平台業者在做座談 針對平台的業者 這個選啊 如果你針對比如 我假設人家講說PTT好了 因為講說PTT現在很多 比如說FB嘛 簡單講就是FB 比如說如果有人在FB亂放話 那FB的相對責任是什麼 是什麼 他就可能要做一個 是這種問題 但是如果你去監督了這個平台 那個平台不是反觀 就是監督的那個民眾業客 那那個是 那個是業者跟那個消費者的問題啊 那跟政府無關 跟政府無關 可是 但是萬一政府給他施加了 FB有做啊 FB就從來就有做管理啊 他事實上有在做管理啊 那只是說 到底什麼樣的言論必須被管理啊 是這種問題啊 那FB比如說你如果反猶太啊 或者是仇恨言論啊 一定會被下架的啦 一定會被下架的啦 那現在的 所謂的網路的言論被告 大部分都是透過妨害名譽啦 那跟平台沒有關係啦 那NCC目前說他主要是要談 平台業者的責任 OK就是說你民眾 如果你涉及了不實的言論 那還是回歸到 就是一般的 民法刑法 但是你業者是不是有連帶的責任 你因為然後 那當然這樣會連動到 未來業者去管理民眾的言論 確實會有 可是坦白講這個是業者的問題 那你可以不要用這個平台啊 你可以去用別的平台啊 因為每個業者會有 不同的平台管理規範 那他管理的尺度 可能也會不太一樣 所以亮哥講這市場機制啊 就這個平台如果說 我為了怕出事 我為了怕被罰 然後我管得很嚴 那大家就不喜歡在這裡 比如說有一些平台可能會對 侮辱女性特別敏感嘛 那他不要嘛 那他可以這樣約法三章啊 說我這裡不要這種言論啊 那可是這個有沒有 到達妨礙名譽的程度 可能也沒有 對 我就是這樣啊 所以你覺得說 NCC現在如果假設這個 班公廷會完修過了 那執行上 我認為不會過啦 你覺得不會過 不會過啦 因為立法院不可能通過啦 你覺得這知識體大 還是會 立法院基本上會覺得這個 沒有什麼必要性啊 目前我聽到了 我沒有看到立委有在支持的啦 哦 真的 OK 所以大家可能會緊張 可能會討論 但是目前這一塊好像還沒有 因為你沒有看到條文嘛 所以這個很難評論 我們剛才講到網軍啊 網路啊 現在在網路上 好像政治人物要在網路上的聲量 要高 好像才會有它下一步的作為 我們講到的 就講到最近這網路聲量非常高的 林志堅 我看到這個有網路溫度機 就是說形容它的聲望 像是做大怒神啊 就是說所謂的大新竹 的計畫就拋出來之後 然後大家就覺得 哦 因人設施 它整個聲望跌到了谷底 那最後呢 哎 它突然拋出了說 那我不選了 那大家可不可以推動改制 結果你看它聲望 好感度居然就往上標示 這個不叫聲望 這叫聲量 聲量 但是它聲量裡面做的是好感度 可是這個 它等於沒有前途了啊 這有什麼用啊 你覺得沒有前途了 他就是不選了嘛 這個議題已經不見了嘛 所以這樣有什麼用呢 哎 很多人還在拆它下一步就是說 那就入閣嘛 入閣 然後 或是蔡英文如果真的喜歡 就點他去桃園 或是 桃園不可能嘛 因為民調不好嘛 對啊 它就已經試過了嘛 對 就是聽說它之前就在 桃園其實有跑過幾層 我跟你講看這個是沒有用的 我長期在觀察啦 網路聲量 網路好感度 對一個政治人物的支持度 毫無正向關係的 真的 我看完全不準啊 完全不準 民調比較準啊 網路完全不準啊 但是很多人 現在反而政治人物 很多很多在經營網路這一塊 可是沒有用嘛 可是沒有用 我就跟你講沒有用嘛 高家瑜不是大家都會認為 他民調也很高啊 他民調上次初選一個人就40%哎 對啊 但他的民調 不會是網路的好感度堆積出來 不是啦 當然不是啦 他不認真啦 為什麼亮哥覺得說網路的好感度更... 因為民調很多人是不看網路的啊 那人家還是支持你啊 事實上我們台灣大概50歲 或者55以上的人 上網本來就不多啊 可是他們都會投票 他們投票率遠高於40歲以下 投票率高的人在網路觸及的 這一塊反而是低的 是啊 是啊 可是民調會打到啊 所以民調比較準啊 那問題是也有人家講法就是說 那不投票這一塊藍海的市場 比如說二三十歲網路的族群 那萬一啊我對這個人好感度很高 促使我出來投票那不是 這個連結性很低啦 真的 很低啦 我從來不認為網路這一塊 對投票有很明顯的作用啊 是 我不認為啊 真正重要的還是那個人在 當地的民調啦 還有在當地的組織動員的能力 大概是這樣 好剛剛亮哥講說 那林志堅看起來 後面的陸 桃園是不可能 因為他其實他可能試過水溫 對啊 然後陸閣 那我們就想陸閣來講的話 你覺得有什麼意思 陸閣 我不知道呢 還是說 有人喊說經濟部長王美花要去地方選 那他跟王美花交換 因為他反正以前在竹科這一塊 或是說那你當經濟部長跟竹科 我不認為竹科跟林志堅有關啦 我們半導體這麼強大 當然就是台積電嘛 對啊 他總要有一個明目啊 或是有一個說法 因為比王美花好的人太多了 也不一定要林志堅 林志堅也沒有證明他對 經濟這一塊 產業經濟有特別的能力啊對不對 這個 這個就看大家去安排吧 不過他 他甚至連提那個訴求都是錯的 說我不選那你竹竹病可以討論了吧 問你這個議題就是錯的嘛 怎麼說 你去想一想嘛 他這邊講的理由就是說 竹竹病我們輕軌就可以蓋啊 說輕軌已經拖了15年都沒蓋 那我請問你台北跟新北有病嗎 沒有啊 那台北跟新北的捷運不是都蓋了嗎 所以是你新竹跟新竹縣帶舵嘛 這跟你病有沒有什麼關係 這段竹竹病才能蓋輕軌 這是什麼邏輯呢 輕軌早就可以蓋了 是你新竹跟新竹縣怎麼協調的問題嘛 不然台北跟新北 為什麼可以蓋那麼多捷運 所以你那個是什麼邏輯呢 我光是看他講出這條政見 而且是唯一參選的理由 我就知道他邏輯是非常混亂的人嘛 哪有人提這種理由呢 所以今天林左水在大罵他嘛 說你到底在講什麼啦 那台北跟新北沒有病啊 那捷運不是都通了 是啊 所以你到底在講什麼呢 還有你說半導體是因為 新竹跟新竹縣沒有合併 結果我們現在變成富國之光 沒有病啊 沒有病現在還是很好啊 是嘛 是嘛 所以而且還包括竹籃也做得不錯嘛 還有銅鑼啊 所以你沒有病啊 人家也做得很好啊 所以你病你請問你要解決什麼問題嘛 除了你要增加統籌分配口 除了你要增加公務員的職等 請問你解決什麼問題嘛 輕軌根本就不是病的問題嘛 還有什麼沒有焚化爐 這什麼鬼問題呢 焚化爐也是協調的問題啊 你把協調的問題 自己協調無能 把它歸咎到因為沒有竹竹病 這太可笑了吧 這些好像感覺起來都是後面你去找 就是你先要了竹竹病之後 在後面去找一些理由 就是完全 完全這個完全沒有說服力啦 因為我們在台北住那麼久了 台北跟新北協調了多少事情啊 而且也不是 從柯文哲跟侯友宜才開始 台北市的捷運局去幫新北蓋捷運 是啊 對都都互相的啊 之前朱立倫也在跟台北市市長協調啊 人家長期都在協調啊 那我怎麼知道你新竹跟新竹線發生什麼問題呢 這跟病有什麼關係呢 但你剛才講到這個錢啊 統籌分配款這也是林志堅喊的很大聲 他就說我不公平啊 我這個半導體產業我租客繳了這麼多錢 我新竹市分到那麼一點點 所以我要 那也不是該給市啊 你可以給專案啊 你可以給科學園區啊 對啊 那跟你也沒有關係啊 就好像你為了這個錢 然後去做一個更大的事情去合併 也是很奇怪 反正他的邏輯都不通啊 因為我跟你講啊 那個這個涉及的是國土規劃的問題啊 是資源合理分配的問題啊 你足足病然後把苗栗晾在外面 結果你從台北到台中 只有苗栗被晾在外面 被夾殺就剩一個 全世界哪有這樣的國土規劃 笑死人了嘛 這種案子我認為民進黨不會推了啦 這個案子已經死了啦 你覺得死了 死了啦 真的啊 不會推了啦 哦大家以為說這個林志堅以退為進 所以現在好像民進黨 在氣勢上佔了上風 準備這個案子一定會過 但是亮哥覺得 那過了誰要選 嗯 對啊 你好意思選嗎 你林志堅好意思選嗎 我今天看到一個推論說 林志堅我說不選 可是最後 勉威現在蔡主席找不到人 蔡主席推翻之下事 那就是醜死了嘛 對醜啊 臭人政治嘛 嗯 這種玩法誰會不知道 那你還是落選嘛 你覺得你覺得如果最後 再在這個林志堅以退為進 本來就是啊 本來就是啊 本來就是因為你就是又說謊嘛 嗯 為什麼你不敢說你不選呢 還要說啊 真招不算 笑死人了 嗯 我覺得這個案子已經死了啦 就是說 而且這個案子根本就來不及了 我跟你講喔 6月來不及了 因為他現在如果是副委 那委員會召開 國民黨現在一定給你弄一個月的凍結嘛 所以你1月臨時會審不到嘛 那你等於是要過完年開議 那過完年開議就已經2月中了嘛 那2月中之後要先總質詢啊 所以你臨時會 沒有這個新的會期 委員會開議也3月中了 那你3月中 還要經過委員會 還要經過院會 然後最後通過對不對 通過我估計也4月底了吧 那4月底要立刻送到地方議會 地方議會要做議員名額篩檢 篩檢啊 然後還有議員的選區重劃 你6月25要公告耶 怎麼可能來得及 哦就是說最快最快 這個中央的法4月過 他就送到地方去 那地方等於還要再重新安排一次 因為他選區要重劃啊 嗯嗯對沒錯 那其中有一個議長要被幹掉啊 嗯那你去想一想議員會同意嗎 所以這個看起來亮哥覺得就等於雙殺了 死案了啦 死案了啦 竹竹並不可能林志堅也不可能了 不可能啦 那林志堅一直以來大家就覺得 哇這個感覺是政壇星星 明日之星 那你這樣看起來還沒有去路咧 沒有啊你就入閣嘛 入閣也找不到 不會啦這要安排太容易了啦 你可以當科技政委啊 你唐鳳接別的位子嘛 很容易啦位子多咧 就是先在內閣裡面 等到下一次有用 你也要當科技部副部長啊之類的 這個很多方法啦 這不是問題啦 所以但是竹竹並這一塊 我今天聽到哇 就把這個亮哥說就差不多 死案了啦 死案了 最快大概就是2026了啦 2026啊 就下一屆啊 而且我也不認為這個案子會過啦 因為沒有正當性啦 真的喔 可是看起來 連國民黨的新竹縣的縣長 他都有所期待 他也認為可以 他不是說2022... 沒有國民黨中央已經提竹竹苗病了嘛 國民黨中央已經提案啊 說要竹苗病啊 變成大科技都啊 因為這個邏輯根本不通啊 我跟你講啊 像立基電 他去銅鑼 銅鑼在苗栗 他去投資兩座12吋晶圓廠 立基電 花了2780億 只有他沒有在新竹 那竹南 竹南科技園區有123公頃 那整個竹苗跟竹北加起來大概是600嘛 那為什麼竹南並不進來 竹南距離竹苗只有17公里 你憑什麼不並進來 對你苗栗如果真的不並 你邏輯根本完全都不通嘛 所以不要講這種丟 丟臉死人的東西啊 你再講就是越丟臉嘛 就是這樣嘛 但竹竹苗這一件事情可能嗎 那你就從北到台中全部都出下來 合理的國土格化一定是竹竹苗嘛 那個是站在全國的角度嘛 而且苗栗的財政是最糟的嘛 那你還把它晾在外面 哪有這種國家呢 就真的變苗栗國了 全世界哪有這種國家啊 你把最弱的晾在外面 哪有人這樣搞國土格化 笑死人了嘛 而且民進黨2009年 黨中央的決議 到現在都沒有變耶 是三都十五縣耶 對 哦對 那後來是因為國民黨硬要搞成六都 那民進黨那個時候國會是少數 只好 就是順從 只好順從嘛 那台南也升格嘛 那你現在要回到國民黨的邏輯 說我要再加一都 再加碼 這完全都自己錯亂嘛 這個 我跟你講啦 我的群組裡面也有很多勝率的啦 事實上他們對公投四個案子不同意 是很堅定的 可是他們反對竹竹病也是非常堅定的 他們覺得這不符合過去民進黨自己的精神嘛 完全不符合啊 他們的邏輯就認為 三都變成六都就已經是一個讓步了 你還要自己提案搞七都 笑死人了嘛 但是你說現在的民進黨政府說 顛覆自己過去邏輯的事情也不止這一件啊 那有時候他們就會說這個隨著時空 你要看是不是你自己提的邏輯啦 那有一些是比如說那個 萊豬是美國的壓力嘛 那這個聲率可以接受嘛 所以他認為台美關係 比萊豬原來的邏輯重要嘛 你這個是什麼邏輯啊 竹竹病有那麼偉大嗎 就為了林志堅 竹竹病有比台美關係偉大嗎 所以難怪聽到民進黨內 很多人也有不同的雜音嘛 我跟你講那一天 柯建民在立法院提禁負惡毒的時候 林維州不是衝上主席台嗎 是 衝上去了民進黨立委只有五個人 哈哈 那在底下大家都在 你不願意上去啊 欸禁負惡毒這太過分了吧 我為什麼要支持你 哦 就是說自己也覺得說這樣子的吃相也太難看 所以變得上去自己同黨的 我跟你講這個案子根本就很少人支持啦 就柯建民在那邊亂搞嘛 就這樣嘛 就一個人在那邊亂弄就是了 好啦那我們講完這個新竹的事情 那最近包括了在 呃因為也是地方諸侯站 在台北這邊大家拋出來又拋出陳建仁 但因為我看到有人不同的分析是說 陳建仁已經說不可能了 說對但是不停的拋出人選來了 是有人不想讓陳時中選是不是 就是還是說陳時中不選 其實有很多人在試不同民調啦 在試不同人 陳建仁因為在2020的立委輔選 很多人都很歡迎他嘛 嗯 可是他畢竟就是當過副總統啊 嗯 他年紀也70歲了耶 明年就71了 嗯 那你知道市長坦白講 我們台灣的市長的制度就是 你從決策到執行 都是要領導的嘛 對對不對 你不可能說我做完決策執行就交給你啦 就嗯 不可能是這樣嘛 沒錯 那陳建仁是這樣的人嗎 他一輩子他大概 他只做決策吧 對嘛 是嘛那而且你碰到的決策又是高端 嗯 你認為台北市民不會質疑高端嗎 嗯 對 不過他本人意願也不高啦 也不高啦 那陳時中也是同樣的問題啦 因為明年 陳時中69歲 對 我覺得年齡都是一個坎啦 嗯嗯 因為 台北市民 你去看歷來的市長幾歲嘛 嗯 就是他們會 這個年紀對他們來講 他們也是會一個 會care 會care的 那你真的優秀到這樣嗎 嗯 那丁手中不是也差一點要上了 差一點點了 2018年 那時候他幾歲 我也不知道他 他有到69嗎 沒有到69啦 但是也是60多 60幾啦 那 柯文哲是上第一次當選的時候才55歲 對 對不對 所以 阿扁也是嘛 馬英九也是 都是蠻年輕的時候 陳時中 目前還有另外一種聲音是 選桃園嘛 因為 因為桃園 目前真的是找不到候選人 那鄭文燦也傳出希望蕭美琴嘛 蕭美琴不可能 不太可能 這個蕭美琴他的旗是放在美國這一塊的話 那陳時中的民調是領先的嘛 不過他一個人意願是台北市啦 嗯 目前就是這樣 就是說最後是不是又是 凡是蔡總統點子冰冰 要叫你去哪 你就去哪了 那你也能講什麼 還是要說服人 要說服人 對啊 所以 所以 但就變成說陳時中在台北市這一塊 那變成 綠營也找不到人啊 不過綠營也找不到 對啊 沒有錯 綠營想選台北市的人有啦 當然有啦 但是 要有贏面的 或是有機會一拚的啦 你也不能夠說陳時中就一定會贏啦 對不對 那 我覺得想選台北市的人應該有啦 比如說林佳龍 林佳龍如果你願意提他 他一定會願意選 那就是看 你要不要給他機會嘛 所以 要再看看啦 要過完年吧 我估計大概三四月才會決定吧 這三四月說 這幾都 派了誰比較明朗化這樣 是啊 我們看到 不過我們看到這個 的確 一時之間啊 就是說什麼陳建民要選的時候 聲量是有超過陳時中一點點 但是 這種 剛剛亮哥其實也講 這種網路都來來去去 陳時中的聲量 絕對還是比陳建民高的 那陳建人高的 陳建人沒有經過考驗啊 那高端被質疑之後 他民調還有這樣嗎 對啊 他這也不叫民調 對啊他這個可能就是網路的討論度 但是有人先講說 為什麼要去拚那個市長 大家就是意願很高 因為今天有一個新聞 剛好讓大家看到這一幕啦 就是說高雄市 就是要改建壽山動物園 那小時候大概 我知道 印象中我有沒有去過 我忘記很想很想去過 應該對啊你也是去過 改建 第一個要改建要花到4.5億 大家也是覺得蠻驚人 再來最驚人的是說 市政府其實只要花5000萬 那剩下的是國營企業啊 國營事業 然後加上一些民間企業 就直接把它買單起來了 大家會覺得說 他是要成立一個股份有限公司嗎 哈哈哈哈 把這個這個建立到 他未來的持有的型態 對啊 如果是股份有限公司 那未來的門票 相關的收益 國營事業 就要去算獲利可能性嗎 國營事業可以這樣 可以要求那個 feedback 回來嗎 還是說我這個 其實我就是 你開口 我知道你的背景 我知道你的力量 不可能 國營事業不能做這樣的事 不能嗎 不能 他必須跟業務有關 那這個應該是投資行為 我今天聽到 應該是民進黨立委陳廷飛 但他在答這一題的時候 我覺得不能說服我 他就說 國營事業去投資 一定有他自己的盤算跟考量 他說 蓋這個動物園 對他的曝光可能也有效益 其實我聽不懂他在講什麼 就是如果說國營事業 拿個8000萬 而且好幾家國營事業出來 不 我不知道 我們現在還不知道 他有沒有提出一個回收的計畫 因為投資你就是要回收嗎 對 不然你應該 只能夠做相關的本業 那能夠做非本業的 應該有一定的限制 不過那個 市益對國營事業是很小的錢 但是民眾看到的觀感就是不會 因為這個項目實在是太業外了 太業外了 就是完全跟你本業無關 那國營事業是哪一家 我看到有台電中油中鋼 各出8000萬 各出8000萬 那這個對他來講是很小的錢 可是如果這樣搞那以後 以後我們財政就會大亂了 就是未來誰中央執政 那就可以跟地方串聯 可以給他各種錢 他這個國營事業等於是 這是全國的事情 那他去挹注到高雄 大家會覺得說那 挹注到高雄是沒什麼 重點是要跟他的本業 而且要有回收計畫 那他只是碰巧在高雄 這個爭議不是高雄 爭議是動物園 你也可能在新竹投資個什麼什麼地方 然後你也說有利於我這個 假設啦 中油那個煉油廠周邊的牧林 那我協助他們投資個什麼 這是你要說明嘛 那我不知道他如何說明 因為如果是這樣 籠統理由就說可以投資 那以後地方政府比較厲害的人 就可以找各種錢啊 因為國營事業實在是錢太多了吧 而且你台電更是爭議啦 因為台電還要去攤提 你這個核四的赤字 你怎麼會有錢來投資這個呢 對就較窮的單位 結果就一口氣就丟了八千萬 對啊因為核四大家都知道啊 他以未來要攤提大概兩三千億 我還不知道你怎麼攤提 那你居然還有這種 閒錢八千萬這樣丟啊 因為我今天聽到張啟臣就說 那不然台中我們動物園 我們也要改建你你也來嘛 一定會這樣嘛 一定會這樣嘛 所以他非本業一定要有一個邏輯存在啦 那動物園給人家感覺就是很遠啊 就是這樣 而且是不是這一筆錢比較不會受到 所謂的監督 我不曉得 國營事業如果說 不是不被監督 而是民進黨是多數 不然 那個國營事業預算 現在還沒有審查啦 現在是公務預算嘛 那明年就要 下個會期就要審事業預算 對 不然明年人家要刁你多了耶 所以你怎麼可以投資動物園呢 那你可能會有很多的那個 非本業的投資 明年可能會被凍結啊 這當然有可能啊 我認為國民黨一定會有人提這個案啊 就有關事業預算的審查啦 所以最好自己準備好要怎麼說啦 大家說那會不會變成說 什麼市府的小金庫啊 像這種國營事業 反正這次是因為曝光出來 這個公文要請的公文 這個不是市府喔 是因為陳其邁通中央啊 等於是中央幫的忙啊 是啊 就是他夠力啦就是 當然是啊 當然是因為這個原因啊 就是國營事業 那經濟部也要監管啊 那表示經濟部也放手啊 當然是這樣啊 對啊但是 不過講到選舉 我們還不講這個 明年的2022的選舉 但最近就有兩個 一個是選補選 一個是罷免案 一個是林昌佐的罷免案 還有這個在中二選區 包括了顏寬恆跟林靜宜的競選 但這個當然已經到最後衝刺的階段 但是今天接連有兩個新聞 等一下我來請教一下亮哥 會不會產生影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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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